8月16日 李克強在深圳召集廣東 江蘇 浙江 山東 河南 四川六省的領導人會談 他說 六省的經濟總量 佔全國的45%是經濟發展的頂樑柱 要發揮穩經濟的作用 其中四個沿海省對中央財政貢獻超過六成 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旅美時事評論員石山分析 這是中共高層在北戴河達成的共識 解決經濟失速失控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問題很嚴重 地方財政更是慘不忍睹 李克強召集的六個經濟大省 地方財政全部都陷入了負增長 而且入股敷出 六個省加起來 上半年 他們的地方的財政赤字達到15800億人民幣 這什麼概念呢 財政赤字占整個GDP的比例高達14%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今年上半年 中國31省份公共財政全部出現赤字 《金融時報》分析 按照收入減去支出的差額計算 今年上半年多數省份的財政缺口比去年同期擴大 其中浙江廣東的財政缺口超過千億元 由於疫情仍存 房地產市場和投資低迷 出口回落等因素收支矛盾不易緩解 數據顯示 7月中國的經濟數據多項重要指標全下跌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幅由6月的3.9%跌至3.8%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幅 也從6月的3.1%跌至2.7% 房地產投資跌12.3% 年輕人失業率升至19.9% 李克強承認當前處於經濟回穩 最吃緊的節點 他要求各省堅持過緊日子 想辦法促消費 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穩外貌 穩外資等 李克強他此次開會的真正的目的呢 實際上是要各省幫助呢 緩解當前中央和地方財政 濱臨崩潰的這種局面 那麼當前發達省市呢 自己也不景氣 怎麼能夠解決這種上角的任務呢 毫無疑問 只能呢 想方設法地去刮地皮了 各地的這個民營企業老闆們小心了 現在各地呢 都在向中央說普 沒有錢了 中央政府呢 還是要叫他們交 可能有的政府會從私人企業上搜刮 有的那個要求的一些公務員買房子 那個有的肯定會增加 可能會在客卷紮碎 對中央政府來說 最後可能就是繼續發財 繼續印鈔票 秦鵬認為 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 高層換屆 李克強此次南下深圳 只是演好最後一齣戲 占好最後一班港 李克強他在這個會議上提到的這個什麼伊蘭的政策呀等等這些 其實也不過就是老吊重臺 而這個是沒有辦法解決經濟問題的 當前兩個大方面的問題 導致呢 經濟不振 第一 習近平堅持的清零 第二 企業和這個居民失去了信心 所以呢 這個投資和消費這兩架馬車都廢了 只有呢 出口在獨自的挑大糧 根據中共海關統計 今年上半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11.14萬億元 增長13.2% 原交營國際的中國市場策略師洪浩分析 中國二季度GDP增長0.4% 出口拉動了1% 也就是說 沒有出口 GDP就萎縮了 旅美時事評論員石山說 雖然中國貿易出口有所增長 但是近5萬億的貨物出口後並沒有結匯 這個裡面可能涉及到很多個因素 不過資金外流的因素恐怕也是很重要 也就是說 不少企業用這個方法把資金轉移到海外 國際資本項目的問題也很大 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 中國在美國上市的企業接連都要退市 這是資本項目方面的脫鉤 石山說 國內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 疊加市場經濟環境 受到體制向左轉的巨大壓力 中共在國外又遇到高科技脫鉤 前者影響短期經濟健康 後者則限制未來發展 問題不可謂不嚴峻